这个是我养的狗 它是一只小狗 它的颜色是白色的 它的颜色是白色的 它是一只白色的小狗 然后我给它买了一件粉色的 这是一个背心 它是一个白色的小狗 穿着粉色的背心 它的名字叫糯米 糯米的意思就是很黏 它是一种米 米就是我们每天吃的 也是白色的 就是米饭 糯米是一种米 它比普通的米饭更黏 就是更黏的一种米 叫糯米 它的名字叫糯米 糯米是一只白色的 西高地小狗 它的品种在中文里叫 西高地白梗 糯米新年 现在已经十个月了 就是已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个月 还不到一岁 一岁就是一年 糯米现在十个月大 还没有一岁 糯米的耳朵是立起来的 它的耳朵是立起来的 然后是粉色的 特别可爱 它的眼睛鼻子和嘴唇都是黑色的 嘴唇是黑色的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看小狗的嘴唇是黑色的 除此之外 它的指甲也是黑色的 所以每次我给它剪指甲的时候 我根本都看不清楚 哪些是它的肉 哪些是指甲 因为它的指甲是黑色的 所以特别不好剪 糯米的尾巴像小胡萝卜 胡萝卜就是一种蔬菜 然后糯米的尾巴也像个胡萝卜 的形状 它的手掌也是黑色的 黑色的 然后糯米的尾巴也像个胡萝卜 还有试刺的 有点 可爱